耶稣基督得胜的名 Amen Amen 弟兄姐妹们平安 大家好 首先呢 我要先自我介绍一下 我是永林牧区 芳心区的太太 我叫陈佩华 你们也可以叫我Cady 我们有一位七岁的儿子 谢谢光信牧师的邀请跟鼓励 让我能够在母亲节 这个特别日子 来跟大家分享 在开始之前呢 我先要说一个笑话 母亲节的早晨 就是今天早晨 有个孩子问爸爸 爸爸 怎么今天是你做早餐呢 他爸爸回答说 宝贝啊 今天是母亲节啊 他的孩子就非常疑惑地看着他 哦 那其他的日子都是父亲节 不知道 你们今天的早餐 是谁为你们预备的啊 这个笑话呢 非常的真实 描述母亲在生活中的辛苦跟重要性 那么圣经中 上帝是如何来看母亲的呢 美国演说家 圣经学习俱乐部联合创始人 克拉伦斯 克拉伦斯海恩斯 他在他的文中提到 他说 无论你身在何处 透过圣经的描述 从上帝的眼光来看母亲时 会发现 母亲在家庭和生活中 孩子的生活中 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 所以呢 在神眼中呢 每一位母亲都是非常重要的 她借着我们成为母亲这角色 明白她的爱 使我们能够按着她的心意 来教养与带领孩子们 来见证神 所以母亲们 请你们拍拍自己说 我很重要 并且成为母亲呢 是神 祂使我们能够从 另一个角度 来思想祂的爱 神使用成为母亲的 每一个阶段 与在母亲的角色上 从经历怀孕 症痛 生产 喂养 教养等等 使我们有不一样的体认 在圣经中 提到有许多位的母亲 今天 我们要学习从 耶稣的母亲 玛利亚的生命 来学习如何成为 讨神喜悦的母亲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是记载于路加福音 一章26到38节 跟46到48节 一二三 到了这六个月 天使加百列 奉神的差遣 往加利利的一座城去 这城名叫拿撒勒 到一个童女那里 是已经许配大卫家的一个人 名叫约瑟 童女的名字叫玛利亚 天使进去 对她说 蒙大恩的女子 我为你安 主和你同在了 玛利亚因这话就很惊慌 又反复思想 这样问安是什么意思 天使对她说 玛利亚 不要怕 你在神面前已经蒙恩了 你要怀孕生子 可以给她起名叫耶稣 玛利亚对天使说 我没有出嫁 怎么会有这事呢 天使回答说 圣灵要临到你身上 至高者的能力要硬蔽你 因此 所要生的圣子 必称为神的儿子 况且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素来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因为出于神的话 没有一句不带能力的 玛利亚说 我是主的使女 情愿造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天使就离开她去了 玛利亚说 我心尊主为大 我灵以神我的救主为乐 因为她顾念她使女的卑微 从今以后 万代要称我有福 我们一起低头来祷告 慈爱的天父 爱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 内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 求你使用我成为你自己心仪的出口 借着分享 你如何带领我在教养孩子上的经历 来成为其他母亲的帮助 使每一位母亲都能以蜀天的眼光 来看待母亲这个职份 成为孩子们的祝福 谢谢你听我的祷告 孩子这样祷告 是奉靠主耶稣基督 得胜的名 阿们 今天呢 我们要从玛利亚的生命 来思想三个部分 第一个是玛利亚的挑战 也就是母亲的挑战 第二个是玛利亚的角色 也就是母亲的角色 第三是玛利亚的喜乐 也就是我们母亲的喜乐 首先我们来思想一下玛利亚的挑战 她第一个挑战是个人的挑战 玛利亚听到天使对她说的话 惊慌 害怕 玛利亚身在拿萨勒 拿萨勒是个不起眼的地方 人们打听耶稣时会问 拿萨勒能出什么好东西 在圣经中有六个玛利亚 代表她的名字是常用 而且平凡的 所以玛利亚她第一个挑战呢 是从她自己而来的 她看自己是一个非常平凡的人 为何神的使者向她问安呢 因此她惊慌 我们在成为母亲 要面对因着从女人到母亲 角色转变所带来的挑战 你的身体会产生许多变化 也要面对许多的未知 因此怀孕的喜乐 夹杂的更多是成为母亲的金黄与不安 生产前的症痛 生产后因缝合带来的痛 哺乳带来的痛 这些都是你即使听过 无数次分享 都要等到自己经历 才能明白的 但是这些在个人身体上 所承受的与心理的不安 可以因为怀中孩子的一个微笑 被抛到九霄云外 约翰福音十六章二十一节 富人生产的时候会忧愁 因为他的时候到了 但孩子一生出来 就不再记得那痛苦了 因为欢喜有一个人生在世上了 这节经文是不是对我刚刚的分享 做了最好的诠释呢 每个女人在成为母亲所经历的挑战 可以因为孩子出生带来的欢喜 得着了安慰 这也是许多的母亲 生完第一个孩子后 在环境允许与神的祝福下 愿意再次经历这一切的辛苦 按神的吩咐 生养众多 你从腹中开始孕育生命的那一刻 母亲的称呼 将一直伴随着你 你的生活会带来很多的改变 我们思想一下 玛利亚接受挑战要成为母亲后 在生活上的挑战不断 我们都知道 约瑟带着怀孕的他 走了约有三天的旅程 到伯利恒生下耶稣 又从伯利恒到埃及 躲避西律王的追杀 再又回到了拿萨勒 为了保护耶稣 他们不断地迁移 到各处去居住 母亲的生活 从怀孕开始就改变了 你会特别注意休息 饮食 来提供胎儿最需要的营养 等孩子出生后 开始了每四小时照顾循环 虽然在出生的时候 几代减断了 但是照顾与教养孩子的责任 才正式开始 你与孩子依然是紧密的连结 并且在与孩子的互动中 你的母爱不断地涌出 倾倒在孩子身上 在我们生活中 我们要经历许多 与孩子有关的第一次 孩子第一次翻身 走出的第一步 第一次喊妈妈 第一天上学等等 孩子成为 你们生命中的甜蜜负担 生活的重心 也自然都转到孩子的身上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诗篇127篇3到4节 儿女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 所怀的她是给的赏赐 是赏赐 这句经文 要请每一位母亲 都要封存在心中 帮助我们 在照顾孩子的时候 都要能够以敬畏神的心摆上 我们来看这张图片 我们看右边 这是一个母亲的感叹 这时候当了母亲之后 睡到自然醒 就是一种奢望了 在左边呢 我们看到什么 为母则强最好的权势 是不是 在个人的挑战后 我们还要来思想一下 玛丽亚 她要面对从世界来的挑战 我们看一下 她说我没有出嫁 怎么有这事呢 玛丽亚第二个挑战 是从世界而来的 在当时的时代背景 未婚怀孕 视为通奸 是要被石头打死的刑罚 而她与约瑟 也还没有成为夫妻 她要面对从世界来的批判 我们做母亲呢 也要面对从世界来的挑战 我们常常以世界的标准 作为对孩子的期待 就拿自己的孩子 与其他的孩子比较中 产生忧虑 从何时翻身 掌牙 走路 说话 在学校的成绩 读的大学 还有各种才艺的表现 但是母亲们 教养孩子的标准 不是从世界来的 我们属神的人 遵循的是神国的标准 我们最大的挑战是什么 是我们能否成为 神喜悦的母亲 我自己当了母亲后 常常在圣灵的光照下 向内看到自己里面 有许多不衡神心意的罪 我也常常拿自己的孩子 跟别的孩子比较 说到这里 我要分享 一次在QT的灵修中 神纠正我指责孩子 成绩的心态 我为了3.96到4 那个0.04的差异 我数落他非常久 甚至求神怜悯我 母亲们 那你们要来如何面对 从个人与世界来的挑战呢 我们来看一下 在玛利亚的信心 有两种信心 一种叫做 未看见就相信的信心 还有一个叫 反复思想的信心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它说 你的亲戚伊丽莎白 在年老的时候 也怀了男胎 就是那个素来 称为不生育的 现在有孕六个月了 天使告诉玛利亚 要借着圣灵感孕 她的信心 借着伊丽莎白 已经怀孕的事实 也被建立起来了 各位姐妹们 在你身边 是否也有同为母亲的人 她是你在母亲角色上 在心里与育儿的帮助者呢 你们可以彼此鼓励 互相打气 神也透过你们身边的人 来建造你们做母亲的心 感谢神 在我成为母亲后 使我可以用自己的经历 来帮助其他的母亲 我记得常会接到姐妹 带着泪水打电话来问我 孩子发烧了怎么办 在生活上的问题 或学习上的问题 我都能用自己的经历 来帮助其他的母亲 我们回到经文 天使说话的时候 并还没有成就在她身上 但是我们从玛利亚的回答 她说情愿照你的话 成就在我身上 我们知道 她是以未看见 就相信的心心去回应 我们接下来看 这两节经文 讲到玛利亚对于 不明白的事情 她反复思想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这是什么意思呢 从这两处经文 我们看见玛利亚 对于不明白的事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 代表是什么 她将神放在她心里 你们将谁放在心里 你们就会常思想她 是吗 每一位母亲呢 她会面临的挑战 都不一样 并且都不是我们 所能预料的 但是 相信神 透过不同的环境 你身边的人事物 帮助我们 在母亲这个职份上 以信心来仰望她 我和先生晚婚 过了最适合怀孕 有孩子的季节 因此我们经历 多年求职的辛苦过程 一直到43岁时 我才有了自己的孩子 玛利亚她是不明白 为何她被神 拣选成为耶稣的母亲 而我是不明白 为何您能行 各样神迹的神 却让我成为 肉身的母亲的世上 如此的艰难 神在我这几年的等待中 先使我 成为属灵的母亲 我与先生是在12年前 开始做小家长 牧养的服饰 每周聚会前 预备晚餐 帮助我锻炼厨艺 关怀小组员们的生活 感情 婚姻 学习 工作 我也像母亲一样 祝父叮咛着他们 要参加小家聚会跟主日 还有天天要读经跟祷告 我的生命与他们 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我与他们同喜乐 也同哭泣 感谢神 原来神使我 借着牧养 属灵孩子这个服饰 来预备我 成为肉身的母亲 我所做的不就是 任何一位母亲 会为她孩子所摆上的吗 我终于在第六次的 不孕症疗程中 顺利怀孕 我记得我刚怀孕的时候 我对神的祷告是 主啊 我感谢你赏赐我肉身的产业 求你使我整个运气顺利 让我可以继续服侍你 感谢神 他听我的祷告 高龄惨妇的我 没有一次的孕兔 我也继续一切地服侍 我深知道 我能成为母亲 是从神来 多么大的恩典 神也感动我们 为我们的孩子取名叫多恩 而我所能做的呢 就是要更爱神 也更多将自己来摆上 亲爱的母亲们 你们正面临什么样的挑战 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 天父更爱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以全男的信心 倚靠神 以至于在各样的艰难的时候 我们都能明白神的心意 并相信所经历的一切 都是对我们与孩子有意义的 接着我们要从玛利亚的角色 也就是母亲的角色 来看 我们母亲的角色 在生活上 是她的照顾者 在她属灵生命上 是她的喂养者 我们来看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用整齐的声音来念 路加福音一章四十节 孩子渐渐长大 强健起来 充满智慧 又有神的恩在她身上 我们是孩子生活的照顾者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他们属灵的喂养者 也就是帮助孩子在 身心灵三个方面的建造 我们都希望我们的孩子 有健康的身心 阿们 我们也希望他有认识神的智慧 跟知识 对吗 我们也希望他神的恩典跟祝福 在他的身上 我们是孩子生活上的照顾者 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照顾他们的食衣住行 预备三餐 提供他们需要的营养 要确保他们能够穿得暖 接受他们上下学 在他们学习上帮助他们 使他们不仅是身体健康成长 也在知识上有长进 等我自己当了母亲之后 我才更深刻体验妈妈的爱 我常常想 我的妈妈是如何的 辛苦照顾家中三个孩子长大 我们华人母亲啊 最常问孩子的一句话就是 吃饱没 对吗 有没有吃饱 还有一种冷叫妈妈的冷 你会不会冷 但我妈妈 而我妈妈也是哦 我妈妈总是会预备 一桌的美食来表现她的爱 我记得自己还单身的时候 妈妈总是要求 我每周要回家吃饭 并且总是准备许多的食物 让我打包回家 等我有了孩子 她最挂念的是什么 孙子吃饱了没 我的母亲呢 她在去年十月安息住怀 我从美国赶回到台湾的家中 我把孩在冻柜冰着的乳肉 拿出来加热 我一边吃 我一边流着泪想念她 我想念妈妈的味道 现在有时候我问我孩子 你想阿嬷吗 她都是回答我 我想阿嬷 还有她做的菜 母亲们 你们在日常生活中 对儿女的照顾 都会在她们心中 留下深刻的回忆 但是我们做母亲的呢 也常常在生活的照顾中 失去耐心 或是因为这些占据 每天大部分的时间 世上 亲看自己的价值 是吗 我们都记得 孩子第一次叫妈妈 对不对 可是等到她们长大 她们长大后 在她们每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有时候听到孩子 喊妈妈的时候 我们可能心里想的都是 不要再叫了 是不是 我们不要轻看 我们在孩子 日常生活上的照顾 我身边有一位姐妹 大学还没毕业就结婚 她接连生下了两个孩子 在每天忙碌的家庭 跟照顾孩子之中 她看自己为没有价值的人 让我很难过 在2022年 经济学家估算家庭主妇 也就是母亲 一年的薪资是多少 她们从你准备三餐 平常照顾孩子到接送孩子 等等几个项目 足以计算后 她们得到了一个金额 就是17983.55 而且通货膨胀 每年都要以20%的账幅 继续增加 我在澡堂分享完之后 就有人来问我 这个经济学家一定是弟兄 因为这个一定是低估了 这个金额 她们是以每天固定时数 比如说她们准备三餐 要两个小时 但是我们想想 孩子晚上要是饿了 母亲们 你们会不会为她们准备宵夜 还是说 饿着去睡吧 还是当她们病了 我们半夜会不会守着她们 一直在量她们的体温 是不是 所以这个金额肯定是低估了 但是呢 这个文章的作者 他最后说 他说 让我们面对现实 母亲不认识家庭主妇 或职业妇女 她们真正的价值 都是无价的 这个无价指的是 母亲的付出 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大家同意吗 母亲对孩子在生活上的照顾 是完全付出 牺牲的爱 是无价的 在生活的照顾上呢 我特别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陪伴 在这两节的经文呢 我们看到 玛利亚是如何陪伴 幼小的耶稣 但是 他们还有每年要上 耶路撒冷 撒冷过节的时候的陪伴 而玛利亚 也在耶稣 上十字架时 守在十字架旁 以这样的方式 来陪伴耶稣 直到耶稣在十字架上 成就了神的救恩 在这里 我最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一个用心的陪伴 跟放手的陪伴 这两个的陪伴 就是有质量的陪伴 我们要用心陪伴的孩子 能够带来美好的果效 我们不要让 爱佩成为他的老师 与最好的朋友 孩子在每一个时期 都需要我们的陪伴 在学龄前的孩子 需要与父母建立亲密的关系 也建立那个安全感 跟信任感 幼年时期 是帮助孩子在人格成长 与情绪发展的重要时刻 我们要帮孩子建立 许多好的习惯 孩子在成长过程中 缺乏陪伴 在青少年时 就容易出现偏差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放手的陪伴 约翰福音二章一到九节 他所描述的是 耶稣在行 第一件 使水变成酒的神迹的内容 我们看到 耶稣的母亲对用人说 他告诉你们 你们就做什么 我们也来看一下 耶稣对他母亲说 我与你有什么相干 我的时候还没有到 这样听起来 耶稣对于母亲的回答 好像似乎缺少了对母亲的尊敬 但神本来就是一切的主宰 并且 这次我们从玛利亚的回应 我们知道 他不需要再像以前 因为不明白 存在心里反复思想了 他是直接地告诉仆人 要顺服耶稣所有的吩咐 玛利亚是以放手的方式 放手是不再以 肉身的母亲自居 而是让耶稣以神子的身份 施行大能 来成就了第一个神迹 使水变成酒 我们在孩子的每个阶段 都能使用放手的陪伴 帮助他们在各个阶段 我们以鼓励的方式 帮助他们建立好的习惯 但更重要的 母亲们 我们要祷告 我们操练放手 我们好让神 在孩子们的生命中来掌权 我们做母亲的心 都是希望无时无刻 能够看顾保护我们的孩子 不是吗 但是 神比我们更爱我们的孩子 耶和华神的眼目 遍查全地 神无所不在 神也必保守他自己的产业 接着我要来分享在 属灵牧养者的角色上 我们要如何做 我要从三个部分来分享 第一个是读经 在犹太人的文化中呢 母亲在孩子属灵的教养上呢 担任极为重要的角色 他们认为母亲 是一个尊贵的身份 交出一个好孩子呢 是一个神圣的使命 家庭也是孩子们 的第一所学校 相信玛利亚也是在家中 殷勤地教导耶稣神的话 我孩子小的时候呢 他最喜欢听我读圣经 人物故事 当他开始会说话的时候呢 我就教他背经文 他在差不多两岁左右的时候 可以在我的帮助下 背诵主导文 他开始认字后 我订阅I LOVE JESUS 我们一起领受神话语中的亮光 这两张图片呢 是我帮他分享在 I LOVE JESUS月刊中的照片 牧师曾经开玩笑地说 DEC教会的名字 就这样被传开了 感谢神哦 我要求呢 他在上学前要念完当天的内容 才能上学 但是你们知道 我怎么查验吗 我会在路上跟他说 开车的时候 妈妈今天哦 还没有时间读经啊 你可不可以跟我分享一下 今天的内容 然后我就按 我就听着他跟我的内容 我就可以知道 他到底有没有认真 读完他的经文 神的话语啊 不仅是我们 也是孩子们 脚前的灯 路上的光 求神哦 将那个爱慕神 爱慕话语的心 赏赐给我们 与孩子们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祷告 祷告 你可以从单向为孩子祷告 到与孩子的双向祷告 我每天在多恩区学校的路上 我们的聊天 会在一个 左转的十字路口停止 我会跟他说 好 停止 我们现在开始来祷告 他为我 与先生跟自己祷告 而我为自己 还有他跟先生来祷告 我们将每天的生活 借着祷告交在神的手中 我跟他说 他可以随时跟天父祷告 就像跟好朋友一样 可以分享所有的事 感谢神 我们也开始用祷告的手 无知祷告法 来祷告 我带着他按着每一根手指头 一一来祷告 我很惊讶 当我们在赞美神的时候 我从他口中听到 这么多赞美神的话 而从孩子口中所出 这些赞美孩子的话 赞美神的话 好像动人的音符 打在我的心 也求神帮助我 我也想用 光系牧师所教导的导读 来带着孩子一起来祷告 第三我要分享的是敬拜 我在牧养服事中 看见许多姐妹 刚做了母亲 在忙碌照顾孩子当中 就无意中 轻忽了当有的敬拜样式 我们来看看 玛丽亚是怎么做的 在这段经文当中 我们看到了 满了八天 给孩子行割礼 行割礼后 父母同时要为孩子取名 律法又规定 生男孩要居家 四十天后才能上门 上耶路撒冷 把头身的献给神 我们也从他们所献的祭物 一对斑鸠或两只厨鸽来看 耶稣他不是在一个 生活富裕的家庭中长大 但是我们可以确认的是什么 耶稣从小就是在 学习律法 顺从律法 看重敬拜的家庭长大 阿们 我自己呢 是满月后就带着孩子来教会 敬拜神 我还记得那天 那天是张阳帮我拍的照片 我第一次带着 满月后第一次带着宝宝来教会的时候 是张阳帮我拍的那张照片 我明白带宝宝出门的辛苦 你要抱着宝宝 背着妈妈 上车下车 特别当母亲后 总是会望东望西 来回车库们几趟 等到上了车之后 孩子又要换尿布了 但是我愿意带着宝宝 来到教会参加主日 我也在孩子四个月时 带领了一个妈妈的小组 我记得当时 每一次聚会 在我家客厅 五六个婴儿座椅排开 的那个情景 所以我想问母亲们 在耶稣的时代 只能走路 或以驴子当交通工具 长途跋涉 到耶路撒冷敬拜 那相比之下 我们是开车 就能到教会敬拜 是多么一件感恩的事呢 你今天是带着孩子 来教会敬拜的吗 还是你来了教会 你觉得孩子太小 你把孩子放在家里 教会呢是父母 也是孩子们 在地上属灵的家 带领孩子从小 在属神的环境中长大 让孩子们到教会敬拜 是一种对信仰的期待 这两张图片呢 是我孩子他所读的 教会学校所领的奖 这个是参加教会主日 全情奖 用来鼓励每一个孩子们 在每一季的主日 都能够到教会参加敬拜 其实说到这里啊 我真的要向神悔改 在今年这个学期啊 他拿到第一季奖后 因为接下来的两季啊 我们一直带他去滑雪 很多主日都没有参加 有一次我看到他 他没有被叫上台时 那个领奖 那个失落的眼神啊 让我好难过 但是感谢神 今年刚结束的第四季 他又可以上台领奖了 第一季今年 我们都知道今年 2023年神赐给我们 第一季的意向是什么 向下扎根 我们要带领孩子 在神的话语 与祷告中扎根 建立好的属灵习惯 也帮助他们建造 敬拜的生命 接下来我要分享的是 玛利亚的喜乐 也是各位母亲的喜乐 我们做母亲啊 把孩子当成生活中心后 好像似乎孩子就成为我们喜乐的来源了 不是吗 但是你知道吗 做母亲啊 有一个特别从神来的喜乐 我们一起来看这段经文 马太福音25章21节 主人说 好 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 你在不多的世上有忠心 我要把许多事派你管理 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 哇 当我们在母亲的使命上讨神喜悦时 我们有另外一种喜乐是从神而来的 那就是你成就使命带来的祝福 阿们 孩子是神所赐的产业 我们要做神忠心良善的好管家 我们忠心在母亲的职份 带领教养我们的孩子 完成这使命 我们要使神 使孩子们能够成为神所喜悦的人 而神也应许要将这个喜乐赐给我们 我觉得藏宝喜乐的母亲 是每个家中最大的祝福 不知道母亲们一定同意吗 弟兄们同意吗 我看到有两句话 我看到有两句话 对妈妈是很好的提醒 因为妈妈是在家庭氛围中最好的娄和界 她说 妈妈快乐 孩子也快乐 全家都快乐 妈妈难过 孩子忐忑 全家乌云密布 这句话 是不是很贴切 是 好的 还有一个喜乐呢 当然是从我们儿女来的喜乐啊 是不是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 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路加福音二章五十二节 耶稣的智慧和声量 神爱和仁爱的心都一起增长 哇 在玛利亚的照顾下 我们看见耶稣在成长的过程中 不仅有知识 有认识神的智慧 身体强健 神爱与人都爱他 神爱 人爱 爱神 爱人 是不是都是母亲们 所期待在身上见到的好品格 我刚刚分享哦 当我听到孩子赞美神的话时哦 我那个心中的喜乐 我知道 那不是世界上任何一件事情 所可以取代的 并且敬畏神的孩子们 他们会尊主为大 有一个姐妹她跟我分享 有一天 她跟我说 她跟她女儿说 她跟她女儿说 妈妈最爱你咯 你们知道她女儿怎么回答吗 她女儿回答她说 那耶稣咧 她说 她就赶快改口说 哦 耶稣第一 你是第二 感谢神哦 尊主伟大的心 就在这个孩子心中了 不是吗 阿们 并且 我们敬畏神的孩子们 就能成就神的话语 在真言23章25节 他说 你要使父母欢喜 使生你的快乐 这是神对儿女们的吩咐 神说要使生你的快乐 生你的值得 就是各位母亲们 孩子敬畏神 必遵循神话语 就能使我们充满喜乐 我们对孩子 他们在生活上的照顾 跟属灵上的教养 使他们有认识神的智慧 培养他们成为 爱神爱人的人 也就是要帮助他们成为 合乎主用的贵重器皿 孩子们活出神喜悦的样式 就能成为神的见证 也能成为神福音的传递者 昨天下午在教会 有一个实习区 我们有一个实习区的外展 是庆祝第一个孩子生日 跟第二个孩子满月 父母借着这个方式 使用孩子们成为传福音的管道 我想孩子们 更希望自己的生日 是在迪士尼或乐高乐园度过吧 但我看见昨天在外展中 不仅父母亲因为传福音 蒙天父喜悦 他们也领受儿女为 神使用的器皿的祝福 这是一个双重的喜乐 我们来看 在玛利亚的名字里面 有两个意思 它的第一个意思 其实是 Bitterness 是痛苦 我们想想 她的一生 充满许多痛苦的经历 但是玛利亚名字的意思 也是被爱的 Belove 她愿意接受挑战 成为耶稣的母亲 她是蒙神所爱的 也被世人所颂扬 万代都成为她为有福 从名字上的双重意义 就是对母亲最好的诠释 母亲们 你们要付上的代价 有辛苦 有泪水 但是这是一个蒙温的神圣使命 我们要尊容母亲的身份 我们会面对 从个人与世界来的双重挑战 神也会借着自己的话语 跟环境的人事物 来兼顾我们的信心 我们不单以在生活上 供给孩子的需要为满足 我们也不要以世界的标准 来评断我们的孩子 我们要以神喜悦的方式 来带领我们的孩子 更重要的是 我们是他属灵的喂养者 我们要让读经 祷告跟敬拜 都要成为他们生活中 不可少也无法取代的 我们相信 神要赏赐你的 是双重的喜乐与祝福 并到你的后代 求神帮助我们 每一位母亲 都能成为与玛利亚一样 在母亲的职份上 能够成为那蒙大恩的女子 谢谢神的话语 我想请大家起立 让我们以这首敬拜